大家好,今天详细的说一下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呢,主要分为三部分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独立关税区 所以呢,独立关税区放到最后说 先说一下关于香港官员财产的部分 那么根据这个法案 如果香港的官员出现迫害香港人权的问题 美国呢,将冻结封杀他们的财产 这一点和之前的西藏新疆 甚至和土耳其和伊朗等等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无论从之前的西藏新疆 还是土耳其都没有产生特别实质的作用 而且美国也并没有真正的使用这一法案 所以这一法案呢,更多的是在嘴炮的阶段 那么它之所以不使用 是因为双方涉及的利益太大了 我们具体回到香港上 香港政府里双国级的官员特别多 包括特首林郑 林郑之前也是有双国级 只是因为要竞选特首 那么她自动注销了英国的国级 而林郑的家人也都持有英国国级 这种现象 无论在香港的政府、司法、教育等等 都是非常普遍的 当然这主要是针对香港的上层人士 对香港的普通群众,譬如持有英国海外护照 像昨天的视频说的 那么在英国的领事馆要求给予居英权的 大部分就是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这部分人 但是这部分护照并没有居英权 那么他没有居英权 同时也丧失掉了中国大陆的国籍 这对他们来说损失是非常的巨大的 这也说明作为普通人 你对英国政府如果没有利用价值的话 他也并不想理你 那么有很多人担心 因为香港双国级的官员太多了 会不会更加的站队美国呢 可是矛盾是双方的 而且矛盾是互相转化的 这种威逼之下吧 有可能把香港的这些官员更加往大陆推 那么在过去的这半年里 我们可以看到在香港的警察当中 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以前港警是个什么状态呢 港警里面黄的也非常多 反路的也非常多 可是612以来 香港的这种社会对立 将港警基本都推到了大陆这一面来 那么香港的这些黄司也经常鼓动族群对立 在这种对立的情绪下 你对他打压越强烈 他的反抗也越强烈 这对黄的适用 其实对蓝的 甚至对香港政府的官员也都是适用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香港政府的官员 虽然有双国级 但是他的主要财产依旧是在香港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再说第二点 就是关于这个庇护的问题 这个法案说 不会因为政治原因拒绝香港示威者的庇护 但是他并没有说不会因为刑事原因 对吧 因为政治原因 他不会拒绝给你提供庇护 可是你是有刑事犯罪 他并没有谈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他只是说不会拒绝给你提供庇护 但是他并没有说给你提供庇护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因为政治原因受到 你说是关押也好 或者是打压也好等等吧 你要申请美国的庇护或者是美国的绿卡 乃至美国的国籍 你还是要和其他人一样去走政治程序 不对是走正常程序 美国目前的正常程序是什么 对吧 川普上台推出了一大堆 首先你要有技能 其次你要有学历 第三你的英语要好 第四配偶或者父母等等 不会因为你获得美国的绿卡 而拥有申请绿卡的便利等等 这都是川普的新政 虽然目前并没有正式的实施 民主党也在反对 但是民主党的反对 更多的是做给他的支持者看的 但是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知道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如何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 无非就是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黑脸 川普的移民政策 对吧 注定就是要推下去的 其实目前逐步 有一些内容已经推下去了 那么全部推行下去 是早晚的事 这个民主党的政客 不要以为他们傻 也包括很多的白左 也不要以为他们傻 很多通喊口号 以前说过 白左的这些口号 黑墨绿的权力 都不是白左给予的 不是白左的圣母心 黑人是权力斗争 对吧 包括暴力斗争 拉丁意识有选票 而这个绿 对吧 以前发生过多少爆炸 这都是通过强力的手段实现的 而且 它的种族平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掩盖种族问题 很多受压迫的 受歧视的等等 这些少数族裔 也在种族 这个政治正确之下 让他们没有办法去谈这个东西 对吧 谁也没法谈 被压迫的也没法谈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个政治正确 看起来是保护了很多少数族裔 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 会把他们推到一个 万劫不复的地步 也包括LGBT 以前说过 这个LGBT 这个权力 你正常的主张 我也很支持 但是别搞过头了 其实美国已经搞过头了 台湾在某些程度上 也搞过头了 你一搞过头 就变成特权 一到特权的话 很多正常支持你的人 也开始反对你了 很多的事情 要看你怎么看了 很多时候 往往会给你 推到一个 相反的方向 其实你也包括环保 从这个瑞典少女之后 对吧 这个西方的环保 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议题了 而 当它成为政治议题的时候 往往越做越过头 一过头之后 就遭致很多人的反对 对很多人来说 环保很重要 很需要 可是当你政治化了 当它超离了 环保的范围 而且当它把这个环保 搞得越来越极端化 让很多人要丢失范碗 增加生活成本的时候 对吧 这个环保容易被污名化 其实这个人权也好 民主也好 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然民族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两点并不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下面说 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关税区 对于香港人 尤其是香港这些反对派 我们无论在论坛上直播间里 还有国内的一些媒体 香港的这些联灯仔 很多已经混迹到国内的各大社交网络了 而且他们在联灯也公然鼓吹这种方式 所以不奇怪 有一些国内的恨国党 但是香港这个联灯仔渗透的 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力量 他们往往一个最大的理由 就是这个独立关税区取消了 对大陆的影响很大 中国经济就崩溃了 对吧 首先对大陆的经济是有影响的 但是崩溃是不太现实的 一个是目前 大陆的外资70%是通过香港流入大陆的 这个是对的 当然严格说不是70% 是60%多 其实曾经一度高达90%多 这个数字是不停的往下降的 也就是说大陆的外资渠道开始多元化 当然香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不过不代表没有其他的渠道 譬如之前士兵说过 中国让法国发行主权债务 对吧 得到了哄抢 而这个哄抢不仅仅是法国人 法国的基金 也包括美国的基金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也好 并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 欧洲也一样了 欧洲基本是低利率 甚至负利率 所以你这个钱 对吧 存到银行可能都 咱不谈贬值 可能都赔钱 对吧 你要交保管费 你要交手续费 那么大陆的主权债务 利息并不是很高 但是在整个欧美来说 是一个很难得的投资渠道 整个欧美并没有太好的投资渠道 美股虽然看起来长得很凶 对吧 但是美股的风险 谁都清楚 我觉得再傻的 网民也是比较清楚的 那么那个视频详细分析过这个事情 这里不详细说了 那么这一次上法国发行主权债务 只是一次试水 包括我们国家领导人也说了 对吧 这是法国建设欧洲的金融中心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再一个就是上海 其实上海的金融规模 对吧 这个英国的国际什么中心 我忘了 对吧 给这个做了统计了 上海和香港的差距 其实已经不大了 仅仅在金融上差距也不大了 仅差6分 双方都得600多分 差的是6分 再加上澳门等等 那么其实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外资直接进入中国 这也是外资一直在谋求的 中国一直不想让它直接进来 所以想搞个一国两制 想搞个窗口 想把外资的风险挡在外面 欲低欲国门之外 因为凡事都有两面性 外资也一样 有好有坏 它的坏处主要在于 我们承接自苏联的金融体系 和西方的金融体系差距很大的 尤其是在防范金融风险 这一方面 并不是很强 当然这些年也在主动的学习西方 尤其是从98年开始 在香港打的金融战 那一场金融战 你可以说是在保护香港 但是同时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次大联兵 那么包括香港这一系列动乱以来 在金融上 目前金融也是一个地下的战场 也是一场大联兵 目前的形势是比较明显的 理大一役以后 西方的金融 其实已经大势已去 关于金融战的事情 明天再详细说 今天主要说独立关税区 那么说这些主要是说明什么 香港是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一个外资进入渠道 但是 目前中国大陆的外资进入渠道 已经是比较多元的 并不见得没有香港就没有外资进入了 而且西方包括美国一直谋求直接进入中国大陆 只是 这个外资有风险 尤其是股市等等 做空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你 总是要和西方接轨的 总是要扩大改革开放的 总是要和世界更进一步交流的 那么事实上 在过去的这半年里 尤其是香港612之后 中国大陆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方案 包括外资直接进入中国 包括外资在大陆的持股比例 包括强制转让知识产权等等 出台了太多的法律了 这些法律都是为外资直接进入中国做准备 那么目前外资直接进入中国 主要是通过上海 深圳等等 当然规模并没有那么大 那么很多的原因是政策上的原因 一旦突破政治上的原因 突破政策上的智库 那么一切问题往往就不成为问题了 说这一点就说明什么 香港的金融是一个中介 并不是因为香港的金融有多么强大 以前港人老讲是香港独立的法律 这个那个的 其实跟着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就是因为中介 而这个中介地位 也是97年一国两制确立下来的 欲敌一国门之外 所以在香港确立了一国两制 所以香港这个独立关税区 与其说是美国给的 也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随时可以取消 美国可以取消 内地也可以取消 但是美国取消这个独立关税区 其实也是谋求直接进入中国 以前说的很清楚 有钱不赚网膜单 对吧 那么国际贸易 或者国与国的贸易 主要的依据是双方的利益 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 利益是最主要的 那么中国大陆是有市场 那么美国就不会放弃这个市场的 双方的交易 对吧 并不取决于你法治不法治的 你譬如在过去 不管是通过香港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渠道 他终究是要进入中国的 对吧 如果风险是巨大的话 他从香港进入中国 他依旧要承担这个巨大的风险的 这个风险并不是说通过香港这个中介 他就不存在了 只是说他过滤了一定的风险 那么这是关于金融方面的问题 那么再说第二方面 就是贸易方面的问题 贸易方面也依旧是个中介 香港一国两制或者独立关税区的本质 就是中介 目前香港的GDP构成的四大方面 第一是贸易物流 第二是金融服务 第三是工商业支援行业 第四是旅游业 贸易物流呢 对吧 首先香港已经没有什么工业了 香港现在有很多废弃的工厦 以前香港有成衣制造 有玩具制造等等 他有工业 有产品直接出口到欧美 但是现在没有了 所以香港的港口主要是作为转口 大陆的货物通过大陆运到香港 再通过香港运到欧美 那么如果没有了这个独立关税区的话 香港的港口也没有意义了 那么也就是说香港的GDP的最大的一部分要损失掉 香港的第二部分就是金融服务 这个金融服务刚才说了 不详细说了 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工商业支援行业 工商业支援行业 简单说就是广告业 法律 会计 管理咨询 还有这个自用科技建筑工程 但是这些行业没有一个是独立存在的 无论是法律会计广告等等 他都是依托第一第二个产业所实行的 也就是说依托贸易物流 依托金融服务实现的 那么如果贸易物流没有了的话 金融服务也没有了的话 那么香港的第三大产业也就没有了 第四大产业旅游业就不要讲了 目前香港的旅游业几乎进入崩溃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产业 比如代购 代购的主要依据也是因为香港的免税 但是香港的免税的产品主要在一些奢侈品高档品 对吧 对很多人来想既然能买到奢侈品 免税固然是好的 多花点钱也买得起 或者也可以不买 这个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 它影响的并不是大陆的有钱人 而影响的更多的是香港人 也就是说没有了独立关税区的话 香港的四大产业全部玩完 香港80%的就业全部消失 对吧 那真正损失的到底是中国内地还是香港呢 这个作为港人要好好想想啊 所以这个独立关税区 意味着香港是个中介 而香港目前的经济就是依赖于这个中介的地位 如果没有了这个中介的地位的话 那么香港的经济就会直接崩溃 还有更重要的也是依迫于香港的金融服务业 就是香港目前自豪的金融 那么在香港的这套金融体系之下 之所以香港能成为一个金融中介 对吧 更重要的是港币和美元是直接挂钩的 一旦独立关税区没有了的话 那么港币就会变成废纸 它也意味着港币和美元脱钩 不是你要脱 而是美国必须让你脱 你如果没有了独立关税区的话 对吧 你这个金融服务业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的话 你这个港币和美元还如何挂钩 关键是美元也不让你挂钩 二者是一体的 二者是一体的 那么港币就会变成废纸 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如果没有了独立关税区 大陆是受到一定影响的 但是影响更大的是香港 尤其是我在逐渐的说一下 这个转口贸易吧 也就是香港第一大产业 在GDP占最大比重的贸易物流业 事实上在2018年的时候 香港的港口就下滑的 非常的厉害 譬如2018年 香港货柜吞吐量下跌5.4% 已经跃居全球 第七还是第八 那么也是这一年 上海的阳山港跃居 全球第一了 那么世界十大港口里 中国大陆不仅有上海的阳山港 有三个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 中国大陆的三个港口 都比香港的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大 就是大陆的贸易 大部分贸易 已经不需要香港 已经不需要从你那里走了 从你那走 不从你那走 都一样 否则你无法解释 阳山港的货物吞吐量 为什么是世界第一 而且是香港港口的三倍 那么之所以还从那里走 对吧 是中央的政策扶植 因为作为香港GDP第一大产业 它要是倒了的话 影响到香港的金融服务 影响到香港的法律会计 影响到香港的管理咨询 影响到香港的资用科技 影响到香港的广告建筑工程等等 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对吧 真正在维持着香港的经济 维持着香港的就业的话 恰恰是大陆这边 这个中央政府这边 一直是在深思熟虑的 一直在做详细的考虑的 当然除了美国以外 那么其实香港澳门和台湾 因为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 那么是世界主流国家都承认的 它是以一些特定的地区 那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 其实也包括台湾和澳门 是在WTO框架体系之下的 那么美国单方面的取消 本身是违反了WTO的协议 当然你也可以说不违反 因为美国和香港并没有自贸协定 其实和台湾也没有 但是美国和香港的独立关税区 是靠美国香港政策法 来予以维持和承认的 那么美国单方面取消 这个香港的政策法 对吧 从很大程度上是 破坏了香港的人权 大部分都失业了 经济崩溃了 港壁边飞止了 对吧 香港人的生活是一种什么境地 所以真正的要破坏香港人权的究竟是什么 所以说了这一些的东西 是要说明什么 真正对香港的独立关税区 依赖最大的恰恰是香港本身 而很多的香港人 反倒在那里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兴奋 认为这个独立关税区 是在打大陆的 它对大陆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但是真正影响的是整个香港 整个香港几乎所有的产业 80%的就业 影响到港币币值的稳定 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搞不清楚的 明明影响的是你自己 自己反倒在那里非常的高兴 明明影响的是香港本身 对吧 香港 很多的香港人 高兴得不得了 美国出手了 对中共出手了 对中国大陆出手了 那对中共出手 它为什么不直接制裁整个中国大陆呢 对吧 这个对中共出手 那为什么这个川普不止一次在推特上 说非常期待和习近平的会面 谈一谈接下来的贸易协议呢 你是不是傻呀 中国大陆30多个省份和自治区 真要出手不得对这些出手吗 怎么偏偏对香港出手了呢 那么像上一个视频说的 目前这个法案的出台 香港已经成为中美角力的战场 而这个战场放到香港 对香港来说其实是一种悲剧 当然 这个战场随时可能转到台湾 对台湾来说也是一种悲剧 这个战场不管放到哪里 对哪里都是悲剧 你就从这个香港 这个人权与民主法案来说 它制裁的是香港 取消的是香港的关税局 对台湾也一样 对吧 它制裁的是你 取消的是你 真正影响的是你 它对大陆能有多大影响呢 而且对吧 激起大陆人民的反感 也会遭到大陆的制裁 你到时候就成夹心饼了 两边打你 你又得到了什么 小小的香港700万人 对吧 你还想成为对抗 整个中国大陆14亿人的前线 极先锋 简直是荒唐可笑 非常的荒唐 非常的可笑 而且对吧 像前面说的 这个很多港人老讲 这个金融金融了 但是香港的GDP最大的是贸易和物流 是贸易和物流 这还是要记住 而且单纯从金融行业来说 对香港人 我也甚至可以理解 这是一种悲剧 世界100大富豪 香港三个 日本一个多亿人才四个 太密集了 香港是不是亚洲 是全世界富豪最密集的地区 中国大陆也有很多贫富分化 你譬如王思聪 可是我们看王思聪的生活 是在微博上 我们离他太远了 可香港不行啊 700万人那么两个地方 百大富豪三个 你看看千大富豪 那太多了 也就是说香港那些富豪 可能就住在你身边啊 那些对吧 顶级富豪就住在你身边啊 对吧 对大陆的很多人来说 真的他很遥远的 他非常的遥远 我们都是通过网络上看到的 在现实当中很少很少 不多啊 对吧 你这种特别顶级的富豪 前两天我看这个 连灯上啊 还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一个啊 说富二代 荒银的生活 挺有趣啊 那你看看香港 对吧 关志林两个高尔夫球 刘兰雄 对吧 这个生活也是够荒银的啊 对吧 这太多了 都不需要讲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多么好吗 有的时候不知道 老看别人也得看看自己 而且这一类的事情啊 因为香港的富豪比例太多 很多就发生在身边 其实你身边更多呀 对吧 包括台湾也一样 啊 对吧 动了动就 大陆的富豪都移民了啊 以前拿过数据 美国方面也给出数据 对吧 亚洲地区 香港是第一 台湾 紧跟七次啊 包括香港这些官员 你都双国籍了 你还有什么脸说别人 对吧 好好管好自己吧 啊 那么也是因为香港 这个富豪比例太大呀 其实和他这个中介也有关系啊 人均 财富非常的多 但是人均 不代表你有 我和马云平均一下 我也是千亿富豪 但是但是我依旧是个穷光蛋 对香港很多人 也是如此啊 所以呢 要打开边界 进入大半区嘛 啊 那么香港的很多的啊 这个基础公司看起来很高啊 也要考虑物价的问题 对吧 譬如之前网上疯传的香港的打火机 多钱一个啊 我这里买个打火机 我以前是35块钱 买一盒一盒100块 100个啊 那么上商店领买 我抽烟 我到商店机我没买过 因为买烟 他就送一个打火机 买一盒烟送一个 我平时以前抽那个5块5的长白山 5块5的他也送你一个 对吧 送你一个打火机 就是这种情况吧 富豪密度太大呀 那再加上人口又少啊 呃 从香港过境的资金又那么的多 那么肯定是很多人在这里面 挣到了很多的钱 但是对大部分港人来说 并没有直接参与到 那么更多的港人是从事服务业的 你说做服务生也好 保安也好 送快递也好 或者其他的行业也好啊 大部分人还是做这些的 对吧 那么你当这么大的资金进来 大部分人又没有参与到其中的话 它造成了整个社会的 嗯 屏幕分化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么导致整个社会都不是一场正常的状态啊 所以打开边界进入大湾区 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式啊 当然香港之前有更好的机会 只是错过了 和台湾一样啊 譬如有香港朋友对吧 在YouTube录视频之后 认识不少港台的朋友 也讲过呀 当然他年纪比较大啊 一个大伯老伯 对吧 他说90年代初 在香港随随便便挣点钱 上上海买两个房很轻松啊 现在他就靠收租资过日子嘛 那时候很多港人都有这个钱 只是说对内地敌视 乔夫喜的态度嘛 错过了很多的投资机会啊 嗯 对台湾也是一样啊 啊 那么到了今天的话啊 这个很多港人 其实深圳的房子也已经买不起了 但是还有大湾区吧 大湾区还有很多的价值挖地 对吧 那么对更多的啊 这个港人 对吧 你这个太尖端的行业啊 譬如金融 你也从事不了 你哪怕从事也是一些边缘行业 挣不几个脚钱 对吧 与其如此啊 啊 就要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 就要过你普通人的日子 就要从事你普通人的行业 对吧 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讲 吸纳更多的就业 过好普通人的日子 当然是有一份技术啦 嗯 这个技术啊 譬如装修啊 啊 很多了 对吧 啊 那么他更多的呀 还是依赖工业啊 呃 这个以前毛时代也说的很清楚啊 中国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地 靠 靠农业啊 能养活 也就吃饱个饭嘛 要想支付 要想穿得好 要想有电子产品玩 要想有手机 还得靠发展工业啊 呃 香港也一样 那么香港的人均耕地更少啊 对吧 那么对于香港的发展来说 也是靠工业啊 但是香港那个地方已经搞烂了 发展工业也不现实了 对吧 所以嘛 国家给你想了个办法 就是大湾区啊 其实大湾区的前途是非常广阔的 这不仅仅是香港和内地啊 首先 对吧 呃 香港目前啊 还是有它的金融系统啊 那么深圳有它的高科技 广州啊 对吧 广州 其实是整个啊 整个中国南方这个物流服务交易的集散地啊 它的规模比香港要大得多了 还有货物交易 呃 譬如广州的发达早期啊 就是靠向第三世界国家卖低廉的产品 譬如像非洲卖牛仔裤 那么目前呢 呃 它的货物交易啊 也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了 而且在欧洲比例也是不小的 那么再加上目前的东盟自贸区也就是RCEP的签订啊 那么又把整个东南亚圈了进来 呃 那么这个区域啊 其实整个大湾区是 对吧 八千多万人啊 然后你再加上它辐射的整个地区 那都好几个亿了啊 人口很大啊 市场规模很大 资源也很丰富 对吧 东南亚石油天然气 要啥有啥 那么这个问题啊 我再往前说一下啊 就是谈到资源想起来的 香港没有资源的 香港是因为通过大陆这个中介的地带吧 呃 让港币和美元能够挂上 能够保持 它能够从国际市场上获取 香港需要的 譬如石油天然气等等资源 那么如果没有独立关税区的话 对吧 这个关税区啊 这里一定要说啊 一定要说清楚 一定要反复的提啊 我看很多港人完全不了解啊 它和港币和美元挂钩 是一体的 没有了独立关税区 也就没有了香港的金融 也就没有了港币和美元挂钩啊 更没有了它的目楼交易行业等等 这个香港是致命的 你到时候港币变成废纸了 你怎么从国际市场上获得资源呢 对吧 你这个石油怎么买 天然气怎么买啊 这些都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港人很值得好好想想啊 那好 这期视频就录完了吧 最后还是那句话啊 这个独立关税区啊 对大陆啊 对中共有一定的影响 但真正影响的是香港 对香港是致命的 我头一次看到这么傻的地区 和这么傻的人 老期盼着 美国把香港搞完 搞废 让香港变成一片荒芜之地 然后呢 然后他说这是对抗大陆 我头一次看到 这么搞笑的事情啊 这个事情是非常的搞笑 独立关税区真正关系的是 每一个香港人的前途和命运 更关系到的每一个香港人的生活 那么从贸易物流上来讲啊 再再重复一下 对吧 重要的事情说善变 这个阳山港已经是 香港港的吞吐量的 三倍多了 对吧 大陆 还有好几个港啊 三个港都在世界前逝 这三个港都比香港的港口吞吐量大 所以贸易物流 没了香港照样走 金融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吧 但是目前啊 随着国内政策的更加的开放啊 包括在国际上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对吧 香港啊 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并不是没了你 别人活不了 而这些东西啊 是香港赖以生存 赖以活命的基础 香港的上层人士说跑就跑了 作为香港的普通人 香港的700多万人啊 也就那个领头都跑不了 780万吧 780几万85万吧 也就那5万能走 你780万你都得留在香港啊 所以啊 香港的发展啊 是关系到香港的780多万人的啊 那么包括这些费行大部分你也走不了 你也得留在香港 对吧 香港的未来对你至关重要啊 当然有人说可以去台湾 去台湾更好了 对吧 去台湾最大的好处 最大的幸福就是 你可以迎接两次回归啊 当然这也是非常的美好的吧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忘了关于金融这个再补充一点 和之前法国的这个国家主权债务有关 那么那之后啊 美国的退休基金 要来直接投资中国大陆 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 一再提示 中国大陆的市场有巨大的风险 但是美国的退休基金回复了 对吧 他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很庞大 而且有很大的上升的潜力 未来是有不错的收益的 而美国的退休基金关系到美国啊 多少人多少人我忘了 反正数量很庞大的退休的福祉 所以他们要为他们退休的福祉考虑 对吧 这一点也是十分有力的证明了 证明了中国大陆的外资进入渠道 还是很多的 只要你政策开放 很多的外资愿意进入 譬如美国的退休基金协会 对吧 美国的这个退休基金啊 数量是非常的庞大的 在美国之前的历次金融危机当中 都是美国的退休基金和医保基金顶上去 拉抬股市的啊 当然也经常被金融大哥割了韭菜 对吧 美国的退休基金和医疗基金啊 经常成为金融大哥割韭菜最后拉抬股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资金啊 不过呢 这一次美国的退休基金对吧 已经醒悟了啊 当然也不能说醒悟 而是对吧 看到了这其实也代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市场方向啊 这也说明 对吧 这个美资啊 或者外资啊 那未必要通过香港 只要中国大陆在政策上开放 外资还是很乐意直接进入中国 在这种话呀 索罗斯以前也说过八百遍了 对吧 他也不希望通过中介 而是希望直接进入中国 当然索罗斯有想做中国啊 做中国做空股市的这个意愿吧 但不管如何吧 这个外资直接进入中国大陆的意愿 还是非常强烈的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